大家好,我是占星师朱利亚,我是比利时级华人。 2008年开始,我是成为大布列颠占星协会的会员。 从2012年开始,我就是在给大布列颠占星杂志写专栏。 2013年的时候,受印度拉贾斯塔邦大学的邀请, 去做一个系列的课作的关于现代占星学的讲座。 后来就留在了印度,教了一段时间的现代占星学。 这个不属于他们的正式课程,等于说是编外的课程。 2014年,我曾经尝试过做过几集英文英文讲的每周的占星播报。 但是当时正在旅行中,非常的不稳定,也就没有继续持续下去。 然后呢,我就在自己的脸书的那个专业上,就是占星专业上呢, 每个星期给出相关的占星播报。 一直持续到2016年,后来也是因为一些旅行,然后就中断了。 现在呢,有必要重新拾回这个占星节目呢, 是因为大家也看到了,从2017年开始,事实上, 就是在世界和中国的范围内发生了很多非常, 很惊人的变化吧。 其实这个在占星诗的视野中呢,并不是惊人的, 它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呢,可能就是普通人不会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这个我在陆续的视频里呢,会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 现在呢,我就解释,我就,就大家最关心的, 目前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中国领导人, 他的将来的命运,因为现在有很多时评的节目嘛, 都在做,就是关于中国领导人将来的命运的相关的访谈也好, 话题也好,预测也好,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节目吧。 因为我是占星师嘛,当然就是从占星的角度上, 也可以给一些个提示,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猜想。 因为呢,很多这个网友已经见证了, 就是我在去年4月的时候,已经预测了中国的1月的武汉将要发生的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瘟疫, 这个就是在台湾的一个节目呢, 在台湾的一个频道上,我留言,然后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还有呢,就是我在去年8月份, 在这个一个论坛的网站上呢, 就是发了一个帖子, 预言就是今年的年底和明年, 去年的年底,今年年初将会发生, 这个俄罗斯政坛将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也已经发生了,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政坛的一个地震。 就是说呢, 事实上呢,这些比较大的这个国内国外的事情呢, 都可以用世运占星学的观测的这个角度呢, 能够预测到。 就是关于这个中国领导人, 就是习大大了, 习近平先生呢, 他今年的命运, 那就是说要看今年的, 最关键的时间就是今年的6月, 因为在6月的时候呢, 会发生两个逆行同时进行的情况, 一个是水晶逆行, 再一个是金星逆行, 金星是从5月15号开始逆行, 一直到6月的25号, 水晶呢, 是在6月的18号开始逆行, 一直到7月的, 7月初大概是, 在这个期间呢, 在6月的6号和7月2号之间呢, 会发生一个日时, 然后在6月的20号呢, 会有一个月时, 我们知道就是在日时和月时发生的时候呢, 往往相关的国家领导人会有一些比较惊人的, 会传来比较惊人的消息, 尤其是在这个6月份, 在6月6号的日时到6月20号的月时之间, 这个期间正好是习大大生日是6月15日, 然后呢, 他的主宰星呢, 水星呢, 正好是发生逆行, 逆行的区间呢, 正好是他的, 个人的出生的星座, 就是双子座, 所以这些消息综合起来呢, 可能会给一个非常不太好的暗示, 另外呢, 就是从塔罗学的角度上来讲, 习大大这个人从去年的生日到今年的生日期间, 他在塔罗牌上呢, 是权杖7, 然后呢, 灵数呢, 是33, 权杖7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一个位置, 然后33呢, 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数字, 所以综合这些信息呢, 如果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会发生一些什么非常意外, 或者是意外中的不意外吧, 那最可能的时间是今年的6月, 就是在6月6日到7月2日之间。